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加入我的配出源会员 竟想有生书的独家魅力 作为会员你将获得以下特权 提前收听,抢先体验最新有生书 会员专属内容,享受只处于会员的独家故事 投票权利,参与投票一起决定下一部作品 点击视频下方链接,成为配出源会员 或者去用商店下载配出源 然后进入配出源搜索海量有生书 一起探索语言的魅力开启独特的听书之旅 期待在配出源与你相遇 第三十六集 三扁瓜前脚出门 小北京后脚就回到了旅馆 小北京问赵红冰 刚才三儿来干嘛呀 三儿来见摩托 说是给刘哥买药去 刘哥今天和赵山河打起来了 受了点小伤 买药 拿着枪干嘛呀 小北京进来的时候 看见正在启动摩托的三扁瓜 在摩托车后面夹着一个化线袋子 里面明显就是枪 小北京心比较细 一下子就看了出来 赵红冰还真没看见三扁瓜拿着枪 啊 他还带着枪 是啊 糟了 三扁瓜肯定是自己找赵山河去了 咱们赶紧追的 赵红冰和小北京冲出旅馆的时候 三扁瓜已经没影了 三扁瓜骑着摩托 直接去了青原路 他断定赵山河一定在那里 他万万没想到的是 他没在青原路找的赵山河 却遇到了正在这里跟陈贝东要黄老邪和赵山河住院押金的土豆 赵山河其实伤的比刘海柱还要重一些 而且需要住院 所以只能让土豆来向他表哥要住院押金了 这时陈贝东还没有回来呢 土豆正在饭店的一楼 焦急的等待着 三扁瓜没有像小北京一样 没有熄火就把摩托车停在饭店的门口 而是习惯性的熄了火 拔下了钥匙 事实证明 此举是个败笔啊 三扁瓜拿起装着五连发猎枪的化仙袋子 就进了青原路 进去的时候 他的右手伸进了化仙袋子里 手指扣着枪的扮机 三扁瓜进去就是一声怒吼 赵山河在那 在吧台边上坐着的土豆回过头来 四目相对都在第一时间认出了对方 他俩都想起了去年的紫月了门口的那场血战 土豆马上站起来掏出他的沙盆子 并指向了三扁瓜 土豆知道三扁瓜这就是来报仇的 他如果掏枪晚了肯定得挨崩啊 虽然三扁瓜没有拆下化仙袋子 但土豆知道里面肯定是一把枪 同时三扁瓜也把装在化仙袋子里的五连发的裂枪指向了土豆 两个人端着枪越走越近 直至相距一米 双方的枪都指着对方的面门了 土豆说 你还认识我吗 据说呀 土豆其实一直想找赵红冰和费四等人报仇 但是李老棍子一直拦着 今天仇人见面 分外眼红啊 傻逼滚远点 今天没你事 土豆毁容之后啊 有点活腻了的意思 哼 拿着个破枪牛逼傻呀 谁没枪啊 三扁瓜直接顶了一句 哼 再说我崩了你 土豆也想吓唬吓唬他 我数三个数 咱们一起崩 你他妈的敢吗 土豆啊 想用这个吓唬住三扁瓜 那三扁瓜那是被吓唬的人吗 独子才不敢 你说吧 两个人的手气都出汗了 双目都是直勾勾的盯着对方 都喘着粗气 如果两个人中有一个是懦夫 扔下枪 那么两个人肯定都可以不死 但遗憾的是啊 他们两个都不是软淡啊 其实呢 人偶尔软淡一下 未必不是智慧的选择 土豆喊了起来 三 土豆喊完三 猴杰咕噜一下 咽了口唾沫 三扁瓜的猴杰也跟着咕噜了一下 二人的头上都低下了痘大的汗珠啊 神经已经快崩断了 两支枪直打响了一声 响的是三扁瓜的枪 土豆的枪没能打响 一枪正中头部 土豆倒下来 时间在那一刻定格了 土豆死了 死相非常难看 据说他死的时候表情很错愕 至死还紧紧的抓着他那把没能打响的喷子 几秒钟前 这还是个鲜活的生命 叫嚣着与三扁瓜斗狠 如今作茧自缚 这个鲜活的生命已经变成了一具僵硬的躯壳 手里依然端着猎枪的三扁瓜 表情和土豆一样 满脸的错愕 他今天是来干什么的 他是来废了赵山河的 可现在发生了什么呢 他枪杀了可他素无仇怨的土豆 他杀人了 三扁瓜端着枪的手开始颤抖 据说 这是他拿了几年枪以来第一次开枪 就是这一枪就杀了一人 可能啊 他们俩都认为自己是条汉子 是个敢做惊天动地的大事的汉子 可在这件事过去以后的二十年中 了解此事的混子每每提到这次枪战 对他们俩的评价 多数情况下都是三个字 俩虎逼 三扁瓜呆呆地站了六七秒钟 拿起枪转身就向饭店外跑去 他知道他不得不跑路了 等他想开摩托车跑的时候 发现惊慌失措之下钥匙已经丢了 他扔下摩托 开始跑很快就消失在街的尽头 从此开始了亡命天涯的生活 这辆扔在清源路门口的摩托车 成了公安局破案的第一线索 这个摩托车在车馆所登记的车主 是赵宏兵 据说呀 三扁瓜在亡命天涯期间 曾在长白山上吃野草树根度日 还曾上过大兴安岭过着野人般的生活 也曾到过呼伦贝尔草原 为当地的牧民打草 食不果腹 长受了人世间最痛苦的折磨 两年以后 在霍林河煤矿的一个小工地 打杂了三扁瓜被捕 当警察给他戴上赠量的手铐时 三扁瓜长长的舒了口气 表情前所未有的轻松 一脸的微笑 三扁瓜对抓他的警察说 谢谢你们 终于抓到我了 那眼睛里流露出的是感激之情 他过够了这样的日子 出现在他面前的三个穿着绿色警服的人民公安 对于他来说就是阎孟爷 更是旧苦旧难的南海观世音菩萨 这就是生不如死 共和国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国土 却没他的容身之所 没有一个地方能让他安稳的睡上 哪怕十分钟 或许他曾经希望 那天在青帘路被打死的是他 而不是土豆 事发当天晚上 赵鸿兵被刑警队带走 原因有二 一是凶犯停在饭店门口的摩托车是他的 二是赵鸿兵与上次在医院的枪案有关 公安局部找他找谁 几天后刑警队锁定了凶犯 并且确认赵鸿兵与此事无关 将赵鸿兵给释放了 赵鸿兵出来后的第二天 他的饭店里来了一个女人 这个女人就是高欢的妈妈 赵鸿兵赶紧招呼 哎哟 阿姨 您来了 小陈 去泡茶 只见高欢的妈妈静止朝赵鸿兵走过来 扑通一下给赵鸿兵跪下来 双手抓住了赵鸿兵的腿 求你了 放过我女儿吧 高欢的妈妈满脸是泪啊 赵鸿兵被惊得不知所措 赶紧连拉带拽的将高欢的妈妈给扶了起来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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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怎么了 求求你了 放过我女儿吧 我不想让我女儿将来守寡呀 高欢的妈妈继续说着 依然是抽气不已 赵鸿兵依然不解 阿姨 您这是怎么了 我和高欢很好啊 我知道你在外面的名声 我也知道你现在又和一起杀人案有关了 你这样下去 我女儿肯定是在守寡呀 我求求你了 你就放过我女儿吧 高欢的妈妈说着 又要下跪 赵鸿兵明白了 高欢的妈妈是知道了她的一些劣迹 想逼她和高欢分手 我和高欢现在很好啊 赵鸿兵从来没想过要与高欢分手 她一直以为他们一定会白头偕老 高欢的妈妈带着哭枪喊 你知道吗 你这样会害死我的女儿啊 那您说怎么办吧 和我女儿分手 永远不要再和她联系了 那您为什么不问问高欢的意见 您也可以去说服她呀 她不听我的话呀 如果你不和她分开 那我今天就死在这儿啊 合肥故事广播 精彩故事 稍后继续 高欢的妈妈已经气不成声了 赵鸿兵也动容了 阿姨 您冷静一下 阿姨 您休息一会儿 她能够理解高欢妈妈的所作所为 她知道 这一切都源自母亲对女儿真挚的爱 我求求你了 高欢的妈妈乌咽着 说不出别的话了 只会说这句的 阿姨 我晚上就和高欢说分手的事 阿姨 您这回放心了吧 赵鸿兵 赵鸿兵思考了良久 轻声地说出了这句话 赵鸿兵此时心乱如麻呀 他真的放不下高欢 但又不得不同情眼前这个他挚爱的母亲 谢谢你了 高欢的妈妈又跪了下去 赵鸿兵再次扶起了高欢的妈妈 哎呀 您放心吧 晚上我给高欢打电话 谢谢你了 高欢的妈妈浑身颤抖着 赵鸿兵和小北京两个人把高欢的妈妈送回了家 可能在高欢妈妈妈的心中啊 赵鸿兵就是个恶魔呀 在回来的路上 小北京轻声地问 你真的要和高欢分手啊 嗯 小北京有点急了 你 你舍得和高欢分手啊 或许 我和高欢分手 对高欢真的有好处 半场 赵鸿兵又说 也许 高欢的妈妈 说的对呀 小北京不再说话 递给了赵鸿兵一支烟 当天赵鸿兵给高欢的宿舍打了电话 赵鸿兵故作轻松 什么时候放假呀 电话那边的高欢兴高采烈 还有一个星期 很快就能见到你了 嗯 高欢 有件事 想跟你说 什么事啊 我们 分手吧 赵鸿兵鼓足了勇气 憋出了电话 你怎么开这样的玩笑啊 高欢仿佛听出了赵鸿兵 语气有点不对 他的声音有点颤抖 但也是故作轻松 我没开玩笑 真的 赵鸿兵狠下心又说了一句 为什么 告诉我为什么 高欢的声音很轻 这个女孩子就是这样 越激动的时候表现的越冷静 我喜欢上了别人 这不可能 我们分手 现在我不喜欢你了 赵鸿兵强忍的眼眶里打转的泪水 尽量使自己的声音不颤抖 高欢的声音都颤抖 我不相信 刚才你说的是骗我的 对吗 没有 我不喜欢你了 你回来以后 我们也不要再联系了 你 没等高欢说完 赵鸿兵挂断了电话 他怕再听到高欢说一句话 自己就会改变主意 电话挂断后 赵鸿兵肝肠寸断了 当天晚上 赵鸿兵和小北京二人喝了四瓶白酒 小北京人生中第一次醉酒 赵鸿兵当晚被送到医院 饮酒过量导致胃出血 赵鸿兵和高欢再次见面的时候 已经是六年之后了 那个时候的高欢已为人母了 赵鸿兵几天后从医院出院 回到饭店他收到了高欢的一封信 信封上的字体依然俊秀 赵鸿兵没有拆开 把他放了起来 他不敢看 他什么大事都敢干 但他看不得心爱的女子心碎 这封信分明就是高欢的那颗破碎的心 赵鸿兵出院后得到的第一个消息 是李老棍子去找刘海柱麻烦 原来李老棍子手下的三名得力的干将 老五土豆黄老邪 在过去的一年中被赵鸿兵和刘海柱等人逐个消灭 或者退隐或者重伤或者死亡 李老棍子团伙已经接近崩溃了 李老棍子再也坐不住了 他知道如果再不动手 江湖中将再也没有自己的立足之地了 生财之路也会由此断掉 李老棍子别无选择 值得以他在江湖中十余年的威望 作为赌注 孤注一掷 与刘海柱拼死一战 此战如果得正 江湖中他李老棍子的名气将会继续响汪汪汪 李老棍子在修车摊找到了刘海柱 刘海柱极其敬业 伤还没好利唆呢 就已经开始在十四中门口修车了 桌子 干活呢 李老棍子双手揣刀 尽是眼镜下的眼睛闪着寒光 但好像没有要打架的意思 刘海柱放下手中的修车工具 站了起来 嗯 老师啊 柱子 咱们俩认识有十来年了吧 恩恩怨怨也不少 但不管怎么说 我们曾是在一个耗子里的战友 上次在紫月的门口打架 你砍了我两刀 我后来找你麻烦了吗 我一直敬你是条汉子 换了别人 我早就去抄了他家 但砍我的是你 这事过去也就过去了 这么多年 你听说谁砍我两刀就白砍了 啊 也就是你吧 李老棍子还说的挺真诚 刘海柱知道 李老棍子肯定不是来和他叙旧的 老李 有事说事 别静整的没用 这么多年了 啊 你的脾气还没变 好好说两句话 你就不会吧 李老棍子 被刘海柱抢了一句 觉得很没面子 我说你有事说事 你想干啥直接说呗 三匾瓜打死了土豆 你坦定知道吗 知道 咋的 你还想别整死我是咋的 人家土豆的妈这两天成天来找我 人家就这么一个儿子 还被三匾瓜给打死了 你说人家怎么活呀 啊 现在三匾瓜也跑了 啊 找谁说理去 三匾瓜杀了人 那归警察管 你找我来说啥呀 朱子 别扯他 三匾瓜是你的兄弟 谁不知道啊 那你到底啥意思 你倒是说呀 扯这半天 独自干什么玩意 我的意思是 你现在小生意不错 手头也有几个钱 你的兄弟手头也有几个钱 你们一起凑五万块钱 给土豆他妈送去 咱们都是混社会的 这规矩你比我懂吧 你是来扎钱的呀 老李 刘海柱一听这火气就上了 那你说这个事 是不是这么个礼 那我要是不给呢 那你就去给土豆尝病吧 李老棍子虽然语气还挺平稳 但能听出明显也火了 你他妈的一张口就是五万 你让人火吗 其实啊 刘海柱觉得应该给土豆他妈妈点补偿 但是李老棍子讹诈一样 张口就是五万 刘海柱绝对不能给 刘海柱这人 向来是吃软不吃硬 反正我一分钱也不能少 明天下午我在服属医院 给黄老邪赔床 你把钱拿过来 顺便也跟老邪聊两句 你说说老邪怎么满你的 又被你给砍成那样 那打狗也得看主人嘛 李老棍子的意思是 让刘海柱去医院送钱的时候啊 给黄老邪倒了钱 刘海柱一听李老棍子提到黄老邪 就起一步打一处来 滚原本 你 你自己颠着办吧 滚 李老棍子说完 转身就走了 黑道风云 第三十七集 李老棍子 找了刘海柱的第二天上午 赵鸿兵自己一个人 去找了刘海柱 小北京被赵鸿兵 留在旅馆看门 刘哥 李老棍子找你来了 嗯 跟我扎钱 他怎么说啊 让我下午去服属医院 给他送钱去 那你的意思是呢 哼 我手头倒是有几个钱 现在基本上攒够了开气修店的钱 但是李老棍子这么额钱 我凭什么给他 刘海柱凭着几年的辛苦啊 此时手头已经有了不少钱了 嗯 你说没说 你要是不给 怎么样啊 他说 我不给 他就让我偿命 真有意思 他们住在 附属医院哪里啊 309 哦 知道了 赵鸿兵问完刘海柱 没再说话 转身走了 刘海柱也觉得很奇怪 以他对赵鸿兵的了解 赵鸿兵应该留下来陪他才是 怎么这次赵鸿兵就这么走了呢 平时赵鸿兵都是住在旅馆的 很少回家 但那天 他没有回旅馆 直接回了家 到家后 赵鸿兵从床下翻出了一把五六军刺 这把军刺 是当年在医院里和三虎子恶战时抢来的 他一直没有用过 即使是准备于李老棍子在河边恶战的时候 他也没掏出来过 这天 赵鸿兵终于把这把枪刺拿了出来 作为一个老兵 赵鸿兵深知这件历史上堪称最恶毒的冷兵器的威力 只要他想杀人 这东西一定能一击致命 在某种条件下 他的威力要超过手枪啊 打架从不抄家伙的赵鸿兵 那天为什么拿起了五六军刺呢 二狗想 或许在那几天 赵鸿兵有些自暴自弃 赵鸿兵最大的缺点 就是把所有的东西都闷在心里 不愿意说出来 他的内心世界有多么复杂 可能没有一个人能了解 就算是对小北京 赵鸿兵也不愿意吐露心事 尤其是说出让别人替他窝心的事 他不曾想象 也不敢想象 没有高欢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 他的委屈与愤懑需要宣泄 二狗想 宣泄或许还在其次 重要的是赵鸿兵是末者 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末者 末者 侠也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者精神尚存 赵鸿兵这样的人侠之士 不在少数 小北京 李四 刘海柱的都可以称为当代末者 但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 就已经是张岳 李武这样匪气十足的江湖大哥的天下了 末家的本质就是以报 一报 李老棍子 是人中败类 赵鸿兵愿以报一报 除之而后快 除天下之害 是墨家的立足之本 赵鸿兵和 刘海柱等人 并不像儒家学说 所倡导的 君子之交淡如水 而是兄弟之情 烈如火 恰似当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出产的七十度原浆白酒啊 烈 烧猴 辣 但暖心 这就是墨者 这就是墨者间的友谊 死不还种 以自苦为机 是墨家精神的真实写照 赵鸿兵等人进阶种义气 轻生子之辈啊 治乱世 当用墨子 治盛世 当用孟子 上世纪八十年代 当地的乱世江湖 非墨者不可呀 赵鸿兵知道 刘海柱现在是非常士气 刘海柱凭借其辛勤的汗水 已经将要交注出成功的花朵了 而在这时 李老棍子 却要巧取豪夺 赵鸿兵作为朋友 绝对不能袖手旁观 再者说 和李老棍子的恩怨 也有他赵鸿兵的一份啊 右手 又被土豆 打了一喷子的赵鸿兵 只剩下两个手指可用了 所以他那天穿了件黑色的长袖衬衫 把枪刺塞进了左手的绣管里 东北夏天的烈日十分的毒辣 总能晒得人接近窒息 但那天天空作美 下了一整天的细雨 中午赵鸿兵缓步走在马路上 呼吸着细雨带来的清清空气 看着这个生于丝 长于丝的城市 熟悉的一砖一瓦 他面无表情 步伐极脉 一步一步的接近附属医院 那里也是他三姐工作的地方 或许他的心中早已经全都乱了 已经不知道自己究竟想的是高欢呢 还是刘海柱 中午十二点半 赵鸿兵走到了附属医院的三楼 从他家到附属医院大概有两公里 他足足走了有一个多小时 据说那天李老棍子 带了七八个兄弟 就等着刘海柱上门大战一场 但是刘海柱约的是下午 赵鸿兵中午就过来了 赵鸿兵到的时候 病房内只有李老棍子 黄老邪和一个小兄弟 在敌人没能完成集结之前 给予痛击 这样的战术 赵鸿兵懂 李老棍子似乎不懂 309的门响 是赵鸿兵用右手紧胜的两根手指敲的 谁啊 没人答话 黄老邪的小兄弟走上前去 拉开了病房的门 病房的门刚刚打开 一把秀气斑斑的枪刺架在了他的脖子上 持刀者是个帅哥 一个左手持刀 一脸眷容 面色苍白 且毫无表情的帅哥 你是李老棍子的人吗 是 很好 只听嗷的一声 小兄弟的腿上被赵鸿兵扎了一刀 李老棍子见状冲了上来 手里攥着一把亮晃晃的军用匕首 只听嗷的一声 李老棍子的腿上也挨了一刀 这时听见通的一声 黄老邪自己拔下了输液器 跳楼了 一个照面下来 李老棍子已自知不敌 再有几个回合自己 光流血也得流死 他也转身上了窗台了 赵鸿兵几步跟上 又从后面刺了他大腿根一刀 李老棍子一阵剧痛 也跳了下去 这时候 挨刀的小兄弟站在了另一个窗台上 想向下跳 又好像不敢 你不用跳了 我不杀你 面无表情的赵鸿兵悠悠的朝他说了一句 转身走了 左手提着那把低血的五六式军刺 事后得知 跳楼的李老棍子摔断了双腿和手腕 而奇人黄老邪却毫发无损 半个小时后 警笛拉响 警车赶到 据说是一个护士报的案 这个护士认识赵鸿兵的三姐 也认识赵鸿兵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 当地混子去医院补刀的事件太多了 医院已经成了混子斗殴的主要场所 院长规定 一旦有斗殴 护士必须马上报案 对于警察的问话 必须知无不言 言无不尽 否则将给予处分 一个小时后 警察去了赵鸿兵的家 和他所经营的旅馆 没能找的人 这时的赵鸿兵 正坐在当时市里的最高建筑 十四层的士兵馆楼顶上 呆呆地看着 从他眼皮子底下经过的 一辆又一辆的警车 他抬起头 呼了口气 看见了远方那座 郁郁葱葱的南山 还有那条汹涌澎湃的大江 天下之大 以男友赵鸿兵容身之所 很快他将被通缉 对 赵鸿兵曾经说过 他活着是为了他的家人 高欢 他眷恋那滔滔的江水 和那微微的南山 如今他已经没有了高欢了 不再敢去那滔滔的江水边游戏了 也不再敢踏上那微微的南山了 他的一切都在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内 失去了 赵鸿兵没有像三匾瓜一样 逃进深山老林 他离开市区以后 静止去了距离市区十几公里的一座古寺 他知道 公安一时半会儿找不到这里来 这座古寺 在新中国成立之前 香火急盛 但破四旧的时候遭到了破坏 文革后虽然重修了 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 很少有市民信仰佛教 所以仍然清冷得很 他去这个古寺 并不是想出家 而是想清静一下 赵鸿兵迈入正殿 一眼望见法相庄严的佛像 他不由自主的 在佛像前拜到 在菩团之上跪拜了两酒 阿弥陀佛 据说赵鸿兵一句送臂 竟然泪流满面 赵鸿兵后来说 他上次流泪 还是他母亲去世的时候 从那以后 无论遇到什么事 他都没哭 此刻赵鸿兵胸中思绪如潮啊 复原后两年多来的 一幕一幕一股脑的全涌上心头 两年多以前的那个冬天 那个胸带大红花的英俊的退伍解放军 战士带着一个三等工荣威雇礼 几个月后因一时冲动失去工作 随后为了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与二虎三虎子陆维等人连番恶斗闯出了名气 认识高欢后和他私奔 为了战友小记和李老棍子大打出手 确立了江湖地位 这一切仅仅发生在两年多的时间里 今天他终于要被通缉了 以前的他是这样的规章暴力吗 军队培养他学习课敌之术 是让他用来打架斗欧的吗 他对得起父亲的尊尊教诲 和复原石胸口的那朵大红花吗 他对得起牺牲在老山的三个同班战友吗 他的三个战友可是为了人民的安宁与幸福牺牲的呀 当然了 当年的赵红兵也和他们一样 如今呢 手中枪刺依然熟悉 但枪刺的刀尖对准的已经不再是战场上的敌人 这还是当年的老山前县那个愿卫国捐躯 致生死于度外的赵红兵吗 一个声音在赵红兵胸中呼喊 取自首 赵红兵扣了三个头 转身离去 赵红兵后来说 那一天他重获了新生 当天晚上 赵红兵三姐走进自己家小区门口的时候 看到小区的暗处有一个熟悉的身影朝他招手 他看到了这个身影 禁不住流下泪来 他了解赵红兵 他知道 他的弟弟是个勇敢的人 是个敢正视现实的人 一定不会逃避的 逃避 只会让人在罪恶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三姐 赵红兵的三姐小声乌咽的说不出话来 姐 我决定去自首 赵红兵的三姐还是说不出话 抚摸着赵红兵的脸颊 爸还好吗 还好 你回家让爸带你去自首吧 赵红兵的三姐抽气着 看着赵红兵的眼睛 我明天晚上回去 明天我还有件事要办 快去自首吧 你还有什么事要办呢 赵红兵的三姐稳定下了自己的情绪 高欢放暑假了 明天早上就应该到家了 我想再看他一眼 你去吧 轰兵 轰兵 我问过你三姐夫了 他说你立过军功 过往也无暗地劳机 量刑的时候能减刑 再说李老棍子也不是什么好人 你不会被重判的 被重判 我也要去自首 做了错事 总要承担 三姐 答应我件事 什么事 如果高欢来问你 你就说我已经不喜欢他了 你也告诉小深大伟他们 如果高欢问他们 你让他们也这样回答 你要和高欢分手 难道要让高欢等我出狱吗 要让人家一个大学生 嫁给一个老改犯吗 你是个好孩子 不是老改犯 抚摸着赵洪冰脸颊的三姐 说完这句话 眼泪又流了下来 三姐 答应我 我走了 赵洪冰转身离去 消失在夜色中 赵洪冰的三姐目力良久 他还很难接受 弟弟即将成为老改犯这一事实 就在三年前 弟弟还是他的骄傲 他们全家的骄傲 第二天精神 赵洪冰出现在高欢家门外 约三十米的一棵树下 他头戴草帽 遮住了脸 他在静静的等着高欢 他只想再看他一眼 别无奢求 从北京发往这座城市的火车 清晨就该到了 终于 他远远地看到了高欢 远远望去 以往神采飞扬的高欢 似乎有些憔悴 下了七路公交车后 背着书包 慢慢地走向家门 他依然轻瘦鲜弱 一向昂首走路的他 这次低着头 踢着小石子 若有所思 赵红冰的一句欢欢 在嗓子眼里打转了无数次 但始终没能喊出 他不敢喊出 他想 如果喊了这一声 或许会耽误了高欢一生的幸福 他希望高欢能忘掉自己 甚至能恨他 只有彻底地忘掉他 高欢才会幸福 终于 高欢敲开门进了家了 留给了赵红冰一个孤单的背影 与赵红冰后来说 他永远也忘不了高欢的那个背影 那个背影 他曾在未来的四年多中 回忆过无数次 随后赵红冰回家了 全家人都在等着他 他的爸爸 哥哥 三个姐姐都彻夜未免 等他回家呢 赵红冰刚进门 他的哥哥就冲上来 给了他一通耳光 至少打了十七八下 才被赵红冰的三姐给拉住 赵红冰小声说 哥 我错了 赵红冰的哥哥哭了 泪水流过了满是胡茬的脸 一直木然的坐在椅子上的赵爷爷说话 嗓子有点沙哑 红冰 跟我走吧 赵红冰没流眼泪 跟着他的爸爸和哥哥去了公安局 赵红冰发现 他的爸爸已经老了 步履有些蹒跚 爸爸在他心目中 一直是个铁骨铮铮的壮年汉子 那天他发现 其实他的爸爸早已老了 赵红冰还回忆说 去派出所那天的路上 他还记得街边的收音机里 放着故乡的云这首歌 天边飘过故乡 他不停地向我召唤 当身边的微风轻轻举起 有个声音在对我呼唤 归来吧 归来吧 归来哟 浪迹天涯的游子 归来吧 归来哟 归来哟 别再四处漂泊 多年以后 赵红冰曾无数次的在酒后 提到那天去公安局自首的路上 他听到的这首歌 他说 那时他想到家乡的风 望着家乡的云 听到归来吧 归来哟 这句歌词更加坚定了 他回到党和人民这边来的信念 大家都评价说 赵红冰的觉悟就是不一样 难怪能成为大哥呢 四年 赵红冰被判有期徒刑 四年零六个月 二狗记得 赵爷爷 曾在赵红冰入狱期间探望过他一次 并且给赵红冰带去了一本书 书的名字是道德经 赵爷爷可能希望 赵红冰通过看这本书消除一些暴力之气 据说父子二人对坐了十五分钟 两个人加在一起只说两句话 红冰啊 好自为之 当时的赵爷爷已经患上了肝癌了 但赵红冰尚不知情 赵红冰故作轻松的说 爸 回去 让二狗把我的吉他弦松一松 总绷着 琴就坏了 赵爷爷笑了笑 没有答话 他明白儿子这句话的意思 他明白 这是儿子对他说 爸 我出去一定好好做人 我热爱生活 我要好好生活 赵爷爷的这本《道德经》最终成了赵红冰受用终身的财富 是其后来每每处于江湖的风口浪尖的时候都胜似闲情信步 关公有半部春秋 赵红冰有一部《道德经》 1990年北京亚运会开幕那天 赵爷爷辞世 葬礼很隆重 但葬礼上没有赵红冰 社会上有人议论说 赵爷爷是被赵红冰气死的 古典流氓时代就此终结 你可以说那个时代是美好的 你更可以说那个时代是血腥的 但你不得不承认 那个年代有值得怀念的东西 那个年代太多美好的东西 今天已不再有了 有谁还记得 1988年的那个 由赵红冰 小北京 刘海柱 李四 三匾 黄老邪 老棍子陈贝东 赵山河 二胡等一干人组成的江湖吗 1988年的江湖 是早已被大家遗忘的江湖 为了这个已被市民逐渐遗忘的江湖 二狗写下了篇文章 以纪念那个江湖 纪念那个二十年前的 别样的江湖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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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